就是这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坏人呢 有一个这个生物学家 他是一个法医 然后他就提出了一个理论 叫做生来犯罪人 他就发现说 会犯罪的人他其实有一些特征 例如说额头比较高大 耳朵比较肥厚 这些之类的等等 那但是虽然这个理论后来被推翻了 但是我回到佛学院之后 我也在思考 佛陀告诉我们 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得相 各位遇见丛林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吉祥 来到丛林 您想要遇见谁呢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当法律遇见丛林 我们一般讲不依规矩 不成方圆 所谓的规矩 是这世间上运行的一种法则 一种规律 所以在世间上最高的这种规则 叫做法律 而佛陀说 这世间唯一的真理是缘起 国父孙中山先生他这样说 他说佛法其实是救世之人 可以补法律的不足 所以法律是防范于已然 而佛法是防范于未然 今天当法律遇见丛林 我们邀请到我们佛学院 一年级的能明同学 大吉祥 我是丛林学院专修 一年级的能明 听说能明过去很想要成为 一名很有名的律师 或者是检察官 但现在你是一名法师 你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过去 你想要成为一名检察官的 那个理想跟抱负是什么 我从小就是一位非常有正义感的人 路见不平 我都会出来仗义直言 那在小时候我在班上 也都是扮演风机鼓掌的角色 然后来负责维护班上的秩序 所以我从小的梦想 就是可以成为一位在法庭上 仗义直言 然后伸张正义 为弱势发生的律师 以及司法官 司法官 要成为一个律师或司法官 大学的时候都要读什么 在大学时期 就是我们最青春洋溢的年华 然后常常看到 不同系所的同学们 他们都是背着很可爱 很亮丽颜色的小包包 但是我们法律系的同学 都是背着非常厚重的 像龟壳一样的厚背包 原因是因为我们要放很多的书籍 甚至是小六法 那在法律系的学习 我们除了就是学习法条的适用 还有就是学习裁判的衡量 衡量的标准 那在法条适用方面 我们会先从它的 像刑法 从刑法来说 我们会从它的构成要件来讲 那在裁量的时候 我们又会去依照它的 不同的动机 不同的情节 来去做不同的审查 例如说刑法的第十九条 跟第五十七条 都是针对我们这个 犯罪情节的轻重 还有原因动机 去做不同衡量的一个 特别的条款 那所以看起来 要当一个司法官 那头脑必须要很清楚才行 因为它相关的条规 其实非常复杂 是 所以我们上课老师 经常告诉我们 人生有多困难 那在这个法条的适用 就有多困难 是 那这样子在你从事 想要成为一个司法官的 这种过程当中 有没有哪一件事情 让你印象最深刻 是 我原本就是一直觉得 这个工作非常的具有神圣性 然后也对于它 可以维护社会秩序 安宁这个功能 生性不理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有一次到法院实习时 看到了一张张的 死亡证明书 那其中让我最为深刻的是 一个家暴的案子 那这个申请人 是一位母亲 那她因为没有办法忍受 她的丈夫 对她还有年幼的孩子 长期的拳打脚踢 那所以她就去申请了保护令 那希望呢 国家跟政府能够给她一些保障 让她跟孩子能够平安健康 但是最后哦 这个母亲却等不到 这个国家给她的一个保障 跟公平正义 因为她走在路上的时候 被她的丈夫所找到了 那她的丈夫就再一次的 对她施以暴力 那她也在这一次 而失去了性命 虽然说人有生老病死 但是为什么这样子的犯罪的意外 还是不断的在发生呢 我就发觉说 其实法律啊 它有时候只是一个 事后的补偿跟惩罚 并没有办法从根本来解决 犯罪的问题 我们往往人生 我们都希望能够有公平正义 但是法律却很难 达到真正的绝对的公平 是 那你是因为想要寻求真正的正义 才遇见丛林吗 有了这样子的疑问之后 后来就选择了到犯罪学研究所 去了解这个犯罪的原因 想要从犯罪的理论当中 找到这个原因并进而预防值 那其中我就看到一个理论 说标签理论 它就是在讲说 这些犯罪的人啊 他后来因为就是社会大众 赋予他的这个负面的标签 导致他继续的犯罪 但是后来哦 我就进到这个监狱 去实际的去接触这一些犯罪者 我就发现说 其实重点不在于 我们赋予他们什么样的一个标签 当然我们还是要友善的对 友善的来面对他们 但是哦 其实最主要的关键在于 他们的心没有力量 他们面对这个外在的环境的变化 没有韧性 然后甚至是没有改变的动力跟毅力哦 那这个其实才是最重要的关键 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 再犯律师是有点居高不下 就是因为最根本 他的心没有力量 那有一次我在阅读师父 就是星云大师的书籍的时候 看到里面有一句话 师父说 慈善救济虽然很重要 但是要从思想文化 见解上来改造人心 才是最根本的究竟 我就意识到我们现今的这个 复归的制度啊 我们就是给他们面包 给他们这些资源 但是其实并没有办法 根本的来解决 他们心没有力量这件事情 原来还是要回到他们的心上来 从我们的心去做自我的健全 心灵的进化 才是最根本的方法 所以我就选择回来丛林学院 来遇见丛林 是 所以你回来遇见丛林 实际上是要找这个新的力量 是 那你回来到丛林学院之后 我知道很多来读书的这些年轻人 他们很担心 丛林学院好像规矩很多 对你一个学法律来说 你背过无数条的这个规范 恐怕比丛林学院的愿规 不到多了几千条几万条 你回来在适应上面 你觉得规矩如何 在这个适应上 我过去是一个非常守法的人 我连红绿灯都不会去闯 但是刚来学院的时候 却不断的去触碰愿规 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 真的非常不了解学院的规矩 我是拿着这个学生手册 一条一条仔细去看 把它当六法全书 对 这时候可以做什么 我不能做什么 就是把它当成我的一个生活规矩 试图把它融入到我的生活当中 那有一次学长就告诉我说 就是在这个中骨下了之后 我发现我的震动手表忘记了 因为我是香灯 我怕我会睡过头 我就想要打开柜子 拿我的震动手表 然后学长就跟我说 我能开 我就想说为什么 就是我开柜子 这个行为有伤害到谁吗 因为一般我们在法律上来说 每会有一个被伤害的课题 但是我就想 我有伤害到谁吗 为什么不行呢 但是学长告诉我说 中骨下了之后 我们不能够开关柜子跟窗户 并不是我们会伤害到谁 而是一种戒律的持守 跟尊重他人的展现 就发现说 就是我们外在的这个 社会上的法律 是属于这个外在的规范 我们都会 因为有了行为 然后造作了之后 然后侵犯他人的法义 或是国家的法义 然后受到惩罚 但是在佛法当中 我们有戒律 也是一种自我内心的约束 是属于自律 那我就发现 其实到了后来 我就不需要 再拿着这个学生手册 把它当成我的 就是整编书 我必须要跟它如意你随形 就发现其实最后 最根本的 从回到戒律上的精神来说 戒律的精神就是 不侵犯而尊重 那当我心中有大众 然后不侵犯他人 然后有尊重他人的这个心的时候 其实我不用担心 我做什么事情 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 因为我只要掌握这个原则 其实我就知道 我什么时候可以做什么事情 什么时候不能做什么事情 是 所以在佛法的这种戒律上面 它所谓的这种戒律 是防飞止恶 而且它防飞止恶的基础 并不是说 你做了一个什么动作 或者是说了一句话 伤害了别人 而是打从心底上 你要能够不自恼 不恼他 哪怕是从这种身口意 各种检视当中 会来强化你自己这种新的力量 有一天新的力量被强化起来 那那一些戒律规矩 实际上就不需要再 拿来作为是一种束缚 反而会变成是一种新的大自由 师父上人 心云大师 他在佛学院有一个 最好的这种自律之道 就是我们在佛学院 也有一个无人的商店 叫因果福利社 也就是来到因果福利社 没有人在管理你 也没有人告诉你要投多少钱 也没有人找钱给你 这一切拿什么东西 应该要付多少钱 找回多少钱 都是由你自己主动去处理的 所以一切的这些善恶缘起 都交给因果去处理 叫因果福利社 所以我常常看到 现在有很多的这一些 无人商店 或无人的save 我觉得我们家师傅 好像40年前 他就已经有这样子的智慧 又因果来作为 这事件上最高管理法则 那我记得我经常在这种社会上 我们从小好像经常听到说 这个人真是无恶不赦 好像不能赦免 这个人真是罪大恶极 但是佛教又偏偏偏讲说 放下屠刀可以立立成佛 到底从你的角度来看 这事件上到底有没有这种 罪大恶极 不可饶恕的罪人或犯人 就是这世界上 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坏人呢 其实早期在这个犯罪学理论当中 有一个这个生物学家 他是一个法医 然后他就提出了一个理论 叫做生来犯罪人 就发现说会犯罪的人 他其实有一些特征 例如说额头比较高大 耳朵比较肥厚 这些之类的等等 那但是虽然这个理论后来被推翻了 但是我回到佛学院之后 我也在思考 佛头告诉我们 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得相 那每个人都有亲近的真如佛性 那这个理论为什么是说 有些人他生来就是犯罪人 而且还长怎么样 看起来就是坏人 为什么是靠这些身体上的特征 来做这个评断呢 那其实有一次我到这个监狱 来参加这个皈依典礼的时候 就看着这些受刑人 他们是真的发自内心的来参加这个皈依典礼 那内心觉得非常的感动 其实我就发现说 有一个受刑人他始终都没有开口 然后也都没有什么动作 我就想要去关心他 想说是不是他有什么困难 看不懂还是怎么样 但是一走到他旁边 我就看到他两颊上面的泪水 但是在那个当下我也相信他的人生 其实已经获得新的翻转 也有新的开展 所以在佛教里面他讲不怕犯错 就怕你犯错之后不肯认错 就怕你认错之后不肯改过 所以实际上佛教里面他的这种过失 他是可以通忏悔的 也就是说你今天造了一些不好的 身口一的二页的之后 你可以借由忏悔来止息住 那一些烦恼习气的在限期 当然到最高的忏悔 叫罪业本空由心造 当那一个受刑人他的两行泪水 开始清澈他自己的身心 他愿意忏悔 他愿意皈依在三宝的座下 去能够打从心里面 重新开展他新的生命 心若蔑食 罪易亡 也就没有刚刚所谓的这种坏人 或者是罪人 实际上所有的生命 都有翻转的可能性 其实在犯罪学理论当中 有一个理论他就在讲说 我们这个犯罪生涯 会有一个转捩点 或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然后就会影响我们的是否在犯罪 那这些转捩点跟重要因素 通常就是 例如说婚姻 家庭 孩子 然后就业 这些外在的因素 但是回到佛学院 佛法上的学习 我看到的是 我们心的重要性 例如说在维世学派 就告诉我们这个 种子起现行 现行熏种子 透过我们畅围的当下 但是我们是否 真的有意识到 我们的 现在的行为 念头 乃至于我们的每个表情 其实都是我们过去 习气种子在起现行 那我们要拿什么样的东西 来回熏它 我们有什么样的力道来改变 这都是很重要的 我们人不怕不能成佛 就怕我们不肯改变 一定是有翻转的可能 是 其实过去 我是台北人 台北的步调非常的快 我是一个走路快 吃饭快 做什么事情 讲话也很快的人 但是思想也很快 但是通常这个时候 我们很多习气的种子 就会在这时候起现行 然后我们还不自觉 但是透过在佛学院的学习 我们从 专注在每个当下 从我们的脚步开始 最后在防疫期间 大家在家里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 或者你教我们一些 在佛门里面 到底走路应该要怎么样走 然后这个走路的背后 到底又代表了什么意义 其实走路也有妙趣 我们现在就带大家 回到佛学院 来练习走路的妙趣 大家吉祥 这里是佛光山丛林学院的圆门 也是佛光山的第一个平台 今天我们就要在这里 和大家一起练习 如何走路 在经典当中 我们会看到一句话 饭食金行 佛陀在吃饱饭之后 都会去金行 去散步来促进消化 那什么样是 什么是金行呢 金行有分两种 一种是漫步的金行 也就是透过一步一步 慢慢的走 来收射我们的心念 另外一种 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跑箱 就是透过大步的快走 来指吸我们的望念 那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练习 如何漫步的金行 首先我们先将注意力 放到我们的脚底 接着慢慢的跨出我们的脚 然后脚跟先着地 感受到自己的脚跟 贴在地面上 接着将重心移到前脚 让脚尖也着地 透过金行的方式 我们除了可以关照我们的呼吸 以及每一个动作之外 更可以收射我们的心念 尤其其中透过每一次的跨越 透过提起与放下 我们才能够不断地前进 原来这就是师父所说的 倒在脚下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大家在疫情期间 也可以在家练习 如何走路 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来沉淀自己的心灵 也祝福大家能够在每一步当中 都发觉自己的安心之道 其实透过走路的这个练习 我会发现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自己的念头 是 所以防疫在家 也可以从走路开始练习起 那今天很谢谢能敏同学 过去你背着重重的这个硅壳包 里面放了无数的这些法律的条规 而今你将这些尘埃统统抖落 从心上开始去寻找生命的力量 过去你需要去申请各种的保护令 而今你知道 透过我们的欧赖爷 实际上是这世间上 最高明的因果定律 过去你在台北街头奔驰不已 而今你穿上一双罗汉鞋 开始体察 原来走路也有一种乐趣 走路也能够走出自己的安然自在 真的回到这个师父上人 所说的倒在脚下 在这个世间上面的这种生存 我想过去 你有你法律上面的理想跟抱负 而即你成为一个法师 真的回归到孙中山先生他说的 佛法是一种自私之人 可以补法律的不足 而未来能敏如何透过法律 跟这种戒律自愈的结合 让我们整个社会跟人生 越来越光明美好 我想这也是我们所有的法师 要共同追寻的目标 也祝福能敏同学 那今天我们的当法律 遇见丛林就在这里圆满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